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檔案總管 這個預設開啟的地方設為這個本機 就是你那個點擊開來這個 這個檔案總管他預設的位置會在本機 那這一段的那個 圖文的教學頁面貼在YouTube的助詞這邊 點一下就到 這個頁面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點一下訂閱 就是說一般那個你灌好這個Windows 10嘛 他預設你只要點擊開來他預設是在這個快速存取 這邊嘛 啊這個是在上一篇快速存取的部分上一篇有說明啦 就大家去點擊這個 這個 裡面我有在 這一篇的前面這裡有解說 這個快速存取 的部分 那 這個是意思就是說因為那個 有一些是從那個Windows 10 XP開始用的嘛 比較習慣用這種本機的模式 就是一打開就是 就是這樣子 的一個模式啊 然後 需要到哪裡的話是從這邊點 或是從這邊點擊這樣子 那前一篇的話大家 最好去看一下 因為 因為 啊 沒差我再重複講一次好了 我們這個檔案總管的他這個左邊的這個 這個是叫 樹狀圖 樹狀圖 那 這個地方 的這個 還是看一下這個前一篇的快速存取的前面 我有說明 那現在因為現在比較 呃 主流就是用一個圖標 來顯示他的 那個功能 就是點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圖標 他會展開 點一下 再點一下 他會變下箭頭嘛 再點一下他會縮小 這樣子 然後 再點一下就是到 到你指定的地方 這樣子 這個地方 要理解一下 這是樹狀圖 然後這個 右邊的是 那個 這個裡面的內容 這裡面的內容要大家理解一下 這個檔案總管的 介面的一個配置 然後上面是功能 這樣子 那個功能表 那因為有的 習慣弄以前的那個 本機的方式 那在這邊的話 你如果習慣以前那種 本機的方式 就是 一打開 那個檔案總管 他的位置就是在這個 本機 這個地方 的話 他們就可以 做一下 設置 這樣子 好就是像這樣的 打開 他就是在 本機的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跳到 影片這個 影片這個 好他一打開就是在本機的位置 這樣子 就是你習慣 就是以前那種方式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 這篇做一下修改 這樣子 做一下 這個設置 OK 那你可以點擊一下上面的這個 檢視 從檢視這邊有個選項這裡進去 進到這個 這個界面 然後也可以點擊這個檔案這裡 他有一個變更資料夾跟 搜索 那個選項這一個也可以 到這一個 這樣子 就是 第一個動作就是 看 那個大家的操作 檢視 然後點一下選項這一個 然後到這一頁的時候 這個地方 開啟 檔案總管 以什麼 到哪裡 一開始是這樣子 只要把它改成這個 本機 這樣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 把這兩個 因為 你使用這個本機這個 快速存取就不需要 我就已經不需要 就直接把這個勾勾取消 這兩個勾勾把它取消 因為已經不需要 因為你就是習慣用本機的方式的話 那一般 的話 這個會縮小 把這個快速存取縮小起來 你不會把它放大 要不然 這個會 一長串 這樣子的話就 一長串這樣子 很難操作 所以一般的話會把它縮小這樣子 剩下本機的部分把它展開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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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切到本機 在這兩個勾勾取消 然後 再來是點 套用 然後再點確定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 你假設你 東點西按 東點點西點點不知道點到什麼東西 你可以還原預設值重來 重用這樣子 點擊一下這一個 你假設不知道按到什麼地方 比如這邊按了 這邊點了 還是這邊弄了 還是這邊 那個 胡亂點 有時候 不小心按錯什麼的 你可以點這邊這顆按鈕 還原成預設值 它就還原了 這樣子 然後你再重來 重新點 這樣子 勾勾取消 然後再點套用 再點確定 這樣子 或者是你想 用回那個 快速 快速存取的方式 你覺得 快速存取的方式你比較習慣 你可以 直接這樣子 用回去 就直接套用 好 那你在打開的時候 它就是直接快速存取 這邊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子 套用 差別在這裡 一個是 你點擊打開那個 檔案總管 是要到快速存取 還是要到本機 是這樣子 一個是這個 Windows 10的那個方式 它這個是 快速存取是前一篇 我前一篇有說明 可以到 前一篇 你覺得這個比較方便的話 你就用快速存取 前一篇有說明 這個說明 那你覺得 用以前的方式 你比較習慣 本機的方式 那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做 設置 這樣子 OK 好 那這段的說明就到這裡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 說明 說明 說明